拜登突然退位让衔 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增添了更多的未知数 对他的这项决定 各国百姓看法不一 那其中身陷战火的巴勒斯坦人就坦言 谁当美国总统对他们来说 似乎都没有区别 这些国家的国家和巴勒斯坦人 这些实际上是在沙瓦的沙瓦 在选择的候选举 他们也能认识到美国人 和所有人移民来到这个国家 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为这个国家的增长 这些年载和这些年载 他们还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受訪民眾當中 雖然部分贊同拜登推舉賀錦麗上陣 但是他們認為盛舉的機率 其實不高 反倒是特朗普會成為贏家 韓國方面 有民眾對拜登退選感到欣慰 覺得他做出了合理的決定 但是又擔心特朗普一旦重返白宮 他所推行的極端政策 會對世界帶來負面影響 他所推行的極端政策 他所推行的極端政策